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以色列在贝鲁特的空袭事件 这次袭击不仅造成至少14人遇难 其中包括一名高级真主党指挥官 还引发了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冲突升级的广泛担忧 以色列军方宣称 其行动是为了确保北部边界的安全 然而这次袭击的后果 却让人不禁思考 这场冲突的深层原因 及其对黎巴嫩及以色列人民生活的影响 随着救援工作进行 死亡人数可能上升 民众的心理压力与生活困境也日益加剧 同时我们还将讨论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一项重要裁决 这一裁决影响了近98000名选民的投票权 涉及到选举公正性与选民权利的深刻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个寒冷深夜 当地居民在沉寂中突然被一连串猛烈的爆炸声惊醒 随之而来的是 浓烟滚滚和警报声连连 14条无故的生命在这场毁灭性的空袭中消失 包括真主党高层指挥官伊布拉辛 阿基尔 Ibrahim Akil 这次袭击非同寻常 不仅标志着以色列与真主党间冲突的新高峰 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以色列空军精确打击了一栋位于贝鲁特南部达西耶 德耶艾地区的大楼 这里被认为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活动中心 以色列军方和黎巴嫩安全消息来源证实 阿基尔和他的数名高层同僚在这次空袭中丧命 阿基尔的死讯 在午夜后由真主党正式确认 并被称之为 卑鄙的刺杀 这场突如其来的空袭 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恐慌 人们在破碎的玻璃和坍塌的建筑中寻找着失踪的亲人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因为救援人员仍在夜以继日的搜寻废墟中的幸存者 至少66人受伤 其中9人情况危急 这场灾难在本就动荡不安的黎巴嫩局势中 在添一笔浓重的血色 这场袭击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以色列针对真主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在以色列媒体上发表声明 坚称这些行动是为了确保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 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 直到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被彻底消灭 而国防部长约阿夫 甘拉特 又阿弗盖兰 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 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将持续 直到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这次空袭的背景 是长达数十年的地缘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 自从真主党在10月以来 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以表达对加沙地带冲突的支持 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被迫撤离家园 以色列在18年前 与真主党进行过全面战争 如今的局势让人担心历史会重演 以色列军方将阿基尔描述 为真主党的行动负责人 并指责他策划了一系列 针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 纽约时报的报道 更进一步揭示了 这次袭击的规模和影响 黎巴嫩南部拥挤的郊区 两栋公寓大楼在爆炸中倒塌 除了阿基尔和他的同僚 还有无数无辜的平民 被卷入这场灾难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疯狂地挖掘 试图找到更多的幸存者 居民们描述了救护车 在街道上飞奔的情景 浓烟在天际上升起 这一切彷彿一场末日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 黎巴嫩的居民们 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境 许多人在空袭后的废墟中 寻找失踪的亲人 眼泪与灰烬交织 无法自已 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更是人性与命运的悲剧 联合国黎巴嫩特别协调员 珍妮娜、亨尼斯、普拉斯查特 Jenine Hannes-Plychert 表示 这次袭击是极其 危险的暴力循环的一部分 后果严重 这必须立即停止 这场冲突的背后 是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斗争 和宗教矛盾 真主党作为一个强大的武装组织 与以色列的对抗 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每一次的冲突 都不仅仅是军事行动 更是对两国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 许多家庭在这场冲突中 失去了亲人 无数孩子在空袭中惊恐不已 生活在战火中 无法安然入睡 在亚利桑那州 则发生了一场截然不同 但同样重要的法律事件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影响了近98000名选民的投票权 这一裁决 引发了对选举公正性 和选民权利的广泛讨论 Yahoo US的报导指出 这些选民 虽然未能提供公民身份的证明 但法院认为他们 仍有权参加州和地方选举 这一裁决的背后 是一个长达20年的数据库错误 使得这些选民的身份状态 变得模糊不清 亚利桑那州的选举官员发现 这些选民在多年前注册时 已经在法律的约束下 声明自己是公民 但由于数据库的问题 他们的选民资格受到质疑 这一事件 引发了州内政治人物之间的分歧 最终 法院的裁决认为 县官员无权改变这些选民的身份 首席法官安斯科特 蒂莫 And Scott Timmer 在裁决中强调 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 我们不愿意大规模 剥夺选民参加州选举的权利 这样做不符合州法律的授权 并且会违反正当程序的原则 这一声明 不仅是对选民权利的捍卫 也反映了对选举公正性的重视 这一裁决的意义深远 因为它不仅影响了 近98000名选民的投票权 还引发了对选举系统的反思 许多人开始质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据库错误 这是否意味着 在其他地方 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 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一事件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支持者认为 这一裁决是对选民权利的保护 让每一位合法的选民 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而反对者则担心 这样的裁决 可能会导致选举的混乱 并质疑选举官员的管理能力 无论是黎巴嫩的空袭 还是亚利桑那州的法律事件 这些都提醒我们 权利和政治决策 不仅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 更直接触动着普通人的生活 每一个决策背后 都有无数人的命运在摇摆和改变 当前的局势 无论如何演变 我们都应该记住 和平与公正是 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每一位个体的生命和权利 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 以色列空袭被鲁特这一事件 首先 我们要明白 这次空袭是针对一个 被美国悬赏700万美元的恐怖分子 伊布拉辛·阿基尔 阿基尔不仅是1983年 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主谋之一 还策划了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这次空袭可以被视为是一场正义的行动 旨在保障以色列边境的安全 毕竟 当年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全面战争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这次行动是防患于未然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以色列空袭 是一场英雄电影中的正义之举 但事实是 这次袭击中至少有14人死亡 其中包括无辜的平民 你知道吗 这些遇难者中有孩子 他们只是无辜的旁观者 这样的行为怎么能被称作正义 更重要的是 这种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富 形成恶性循环 你不觉得这是一场无止境的灾难吗 其其 我理解你的情感 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真主党是一个被多国认定 为恐怖组织的武装力量 他们的行动威胁到了 以色列及其居民的安全 这次空袭正如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所说 是为了确保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你提到无辜的平民 但你要知道 真主党的指挥官 经常把自己藏在平民中间 利用他们作为人体盾牌 这次行动中 阿基尔和他的高级指挥官 正式在会议中被击毙 这无疑是削弱真主党的一个重大打击 我们不能因为个别的悲剧 而忽视大局 楚天书 你这种逻辑简直像是 古罗马时代的以暴制暴 那时候尼路皇帝也说 他火烧罗马 是为了重建更美好的城市 你说真主党藏匿在平民中间 那这是不是以色列军方的借口 无论什么目标都可以空袭 这样只会让更多的无辜平民 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联合国黎巴嫩特别协调员 珍妮娜·亨尼斯·普拉斯查特 已经明确表示 这次袭击是极其危险的暴力循环的一部分 后果严重 必须立即停止 难道你觉得联合国的声音 也可以忽略吗 齐齐 你提到联合国 我不得不提醒你 联合国在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中 扮演的角色并不总是那么公正 当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造成平民伤亡时 联合国的反应往往迟钝 而以色列的每一个自卫行动 却都被放大批评 历史上 以色列多次面临周边国家的威胁 包括1967年的六日战争 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的生存权利经常受到挑战 这次空袭只是以色列自卫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不幸 而忽视背后长期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困境 楚天说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沙士比亚的 《士强灵弱》剧本 你提到历史 可不要忘了 历史上也有无数无辜的平民被战火吞噬 毫无疑问 真主党是武装组织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黎巴嫩人 都是恐怖分子 你知道吗 黎巴嫩的平民日常生活 已经因为这些空袭而陷入恐惧 这次袭击中 无人机甚至在爆炸后几个小时 还在被鲁特上空飞行 这种情景对当地居民心理影响有多大 你能体会吗 你说以色列在自卫 可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只会让更多的人恨上以色列 你真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吗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